大家好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那來牽到一下今天是3月3日 3月4號禮拜三的話應該是要改第3期吧 夏日回憶的第3期 然後我想我們到時候這些招募應該也會更新吧 因為這直到3月4號啊 3月4號可能會有個下午可能會來個更新吧 那我這一期想要講的機師是這一隻 α16 喔這一隻 那這一隻目前一體機的取得方式大概是 奈布拉吧 我們來看一下奈布拉 奈布拉的這個大型委託副本嘛 那我來看一下 一樣這個兌換商店裡面可以換到 他的一體機叫做RN特戰型 就這個 但是你換到只是一個而已 你還是要想辦法換到四個這樣子 因為他只會給你隨機一個 也是可以慢慢換出來的啦 如果你想要他的一體機的話 他的一體機跟那個林末良很像 就是會變成一個 小小的一隻 恩 我們來看一下 我現在因為我沒有一體機嘛 所以我就給他穿林末良的這個神將 那神將啟動之後會變成 會變成這樣子 那他的那個RN特戰也是這樣子 就是人會在中間然後小小的一隻白色的機甲 然後還原是長這樣嘛 因為我沒有那個一體機啊 呵呵呵 所以大家只能給大家抽象的想像一下 那為什麼會 來介紹這一隻呢 因為前幾期我在介紹維歐雷特的時候 這隻維歐雷特的時候 還有 因為他本身是那個中距離的 他是中距離的那個射擊單位嘛 那那個 α16也是 那有網友跟我說α16的輸出比 維歐雷特還要強 我們來看一下中層裡面 這些都是射擊嘛 α16 然後還有這個維歐雷特都是射擊 中層射擊 所以這兩隻來比較會比較準啦 那有網友是說α16的輸出比這個維歐雷特還要強一些 至於怎麼強 我也沒辦法形容 因為 首先我這兩隻一個三星一個五星嘛 很難去做比較啦 然後技能 因為你只有三星的話 你的技能3 回復能量這個沒有開嘛 然後還有自身傷害這個也沒開 技能3技能4是沒開的 然後我的這個α16是SR的 SR的角色你真的很好很方便 你可以馬上就練到五星啦 你的資源都夠 這個還蠻充足的 看你要不要練到六星 那技能的話就看你要不要練 我先暫時先這樣就好 技能全開 然後我就先緩一下 系統升級這個慢慢收集 因為可能 再看一下3月4號會放哪兩隻出來吧 會放哪些哪些角色出來吧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他的狀態吧 那首先這個是他一體機 他啟動後就是長這樣 小小的一隻 比他原本還要再大一點而已 然後他是一個人造人 我覺得那個帝國不是奴隸就是人造人 這帝國好殘忍喔 帝國實在太殘忍了 所以難怪我們變成反叛軍是不是 OK 大概是這樣吧 沒有感情 缺乏一個正常人類因有的感情 那我目前60等技能全開 只是都沒有練而已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好了 技能的話是召喚砲台啦 有沒有造成目標1000 也是1000左右的射擊傷害嘛 那我記得維歐雷特也是啦 那也差不多嘛 但我是二級啦 10秒內提高傷害10% 自身嘛 然後那個阿法16 有沒有 他也是啊 一模一樣 一模模一樣一樣 所以他們兩個真的很像 那技能2是增加自己的暴擊率嘛 然後能量回復10% 戰鬥中能量回復10% 增加暴擊率 我們來看一下維歐雷特的 技能上也是能量回復嘛 對不對 一樣嘛 然後他這邊是加攻擊 差一點點 一個是加暴擊 一個是加攻擊 技能師是戰鬥時 衛士生加10%傷害 那我們來看一下阿法16 阿法16好像是可以疊加啦 我們來看一下齁 普攻暴擊的時候 哇 那他需要的是暴擊裝耶 你要去給他一些有暴擊屬性的裝備 那我這個神將給他都是攻擊 我可能要去挑暴擊裝 會比較好 神將那時候我把一些東西都賣 把很多都賣掉喔 神將那時候我把一些東西都賣 把很多都賣掉喔 神將是泰西亞是75%吧 恩 泰西亞躲到哪邊去啦 怎麼不見了 怪喔 好 我按到中層了啦 抱歉 腦殘 腦殘 我想說 怎麼泰西亞 泰西亞怎麼就這樣給我消失了 OK 你看 大家看 這泰西亞是1.5%50層的 就是75%嘛 那所以說阿法16 你當你的暴擊率很高的時候 一直觸發暴擊的時候也是還蠻可怕的 但是因為我現在的武器是用那個 我應該要給他換成那個VO槍 比較好 可以讓他一直射擊阿 大家應該懂我意思 就是我的機甲 我這邊就不要用這個 我就不要用這個 這有攻擊加暴擊 沒錯 但是 就是 哇 他沒有盡透那個維歐雷特那把槍齁 他是輕型機械 因為維歐雷特這把槍的話 他是 重型槍械 這邊是輕型槍械 不太一樣 然後這個 專精的話 專精的話是暴擊率10% 那還是 還是 還是要去取捨喔 因為這個可以一直射一直射一直射阿 當然最好你有一體機是最好的 我沒有阿 我沒有一體機 好 我們繼續回來看一下他的技能勢 他的技能勢就明顯比維歐雷特強阿 維歐雷特只是加傷害10%嘛 這邊嘛 傷害10% 問題是他 他這一隻阿法16是可以疊5層 也是10% 但是 只要暴擊就觸發嘛 十秒內如果你一直暴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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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疊五層 就多50%傷害 所以他應該主要是靠這一招 讓他的那個戰裝輸出更強 讓他輸出會比較猛一點 而且我這只是一等而已喔 升等的話是 15%耶 機率更高 但是傷害這個好像就沒有提升耶 可能是觸發這個機率吧 我在想 那前面三個技能大同小異跟那個維歐雷特大同小異 也是有回復能量這樣子 然後這邊他是加暴擊率嘛 那邊是加攻擊力吧 對啊 攻擊力 OK 那我待會就演示兩場 就是維歐雷特打一場那個九條的副本嘛 然後貝爾克洛之隱 然後他也會打一場 然後大家去比較一下傷害 那這個比較一定不是最準確的 但是從技能上看的話 是α16確實比較強 而且他是SR的 SR的好處就是你可以很輕易的練到五星啊 一下就練到五星了 完全沒有壓力 真的 然後他也有一體機啦 只是說現在取得方式 只能去奈不拉那邊慢慢抽 慢慢抽獎 如果你有星的話 有那個星去抽的話 OK 那就來打吧 這兩隻可以來比較一下 網友是說α16傷害比較強一點 比較強 那比較好練的也是他 只是目前沒有一體機可以抽啊 看起來是這樣啊 只能再 看以後會不會出吧 不然就只能去大星副本 每周慢慢把他換出來 如果你想要他的話 好 OK 那機庫的話我先換一下 直接換維歐雷特讓大家打 打給大家看一下 維歐雷特躲在哪邊 維歐雷特給我消失了吧 這一站好了 射擊 維歐雷特 喔他是維歐雷特喔 維歐雷特不是那個嗎 紫羅蘭嗎 沒有啦我不知道 那個 有一個動畫 紫羅蘭動畫 紫羅蘭動畫 好像也是這個發音 他名字 就是二戰的時候 有那個 會寫信的一個 一個女生 因為那時候大家識字率不高 需要有人寫一些信 情書啊或是家姓啊什麼的 大概是這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動畫 還不錯看 還不錯看 好打一下克爾貝羅茲茲 我剛才已經有先打了一下 所以我大概知道結果是怎麼樣 好 這個維歐雷特 維歐雷特 一樣啊 槍很大隻啊 如果敵人靠近我就射不到 麻煩 麻煩麻煩 那因為他只有技能一二啊 所以能量會回復比較慢 所以就沒有任何BUFF 只有放必殺的時候 技能一的時候會有一個 短暫10秒的傷害加成10% 打不到敵人 打不到敵人 浪費時間 浪費時間 OK大概 我們就抓30秒吧 30秒開打 大概3132開打 恩 大概1分50秒可以KO吧 大約1分50秒 好 然後這把槍真的 250發真的不太需要換彈 還不錯喔 就是對於一些 需要持續普通攻擊 然後觸發什麼暴擊率 像殭屍妹這一類的 不過剛剛那個 α16應該也可以吧 我就想 只是沒有專精的話 爆擊率又降10% 你可能就要透過別的屬性 來把它加上去 那這兩隻目前戰力 都是27000 28000 一樣沒有穿晶片 大概都是這個戰力 我的話 我可能有基地的加成 我自己基地也是有在練 可是我現在比較側重在那個 設備 還有一些通用 上面 減CD啊或什麼的 機師機娘的一些裝甲的 攻擊力加成啊 或是爆擊力什麼的 我比較沒有 有沒有大概1分50秒 因為我剛剛打過了 大概知道 OK1分50秒 大家參考一下 那這一隻目前的狀況就是只有三星 然後 然後技能1技能2都是2等而已 然後有一體機 好我們來換個 有沒有 大概28000嘛 28000 那我們來換一下那個 射擊 α16 沒意外的話 大概也是28000 α16的話 因為 因為他現在已經是五星 然後技能1到4全開 所以會打比較快 這是一定的 只是我技能1到4都是1等而已 因為想要省一下資源啦 實在是不想要亂花 因為我想要等之後 新出的角色看是誰來抽一下這樣子 好 來吧 剛剛是1分50秒KO嘛 然後小怪是30秒左右KO去打BOSS 那這個一體機的取得方式就是要去奈不拉啦 有興趣的人再去找一下那一隻 什麼特戰裝喔 RN特戰型 一個白色的小機甲 以前 這隻角色剛出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 我不知道抽哪 我不知道抽誰 可能我就無視他吧 或者是就直接把他賣掉了 我不知道啦 因為很菜嘛 他玩遊戲一開始什麼都不懂 有沒有這邊30秒 我提早進來了 他輕怪比較快一點 原因是因為那把 維歐雷他那把槍太大隻 太長了有沒有 近距離小怪打不到就浪費時間 然後他們這一種 小型機甲跟林末娘一樣 他們的距離很近 放在自己身體周圍而已 那個小怪是沒辦法近身我就會被打到 OK我這個甜蛋是30發 林末娘一樣 那剛剛是1分49秒嘛 我就知道1分50秒就OK喔 好這邊10秒觸發了 傷害增益10秒 然後可以疊5成 然後這個是大招放完的 傷害增益10% 都是10秒 有沒有這個我還是可以一直觸發 有沒有大家有發現嗎 這還是有機會可以一直觸發的 只要我的那個武器更猛的話 我覺得 好大概1分30幾秒 1分30幾秒 比威爾雷特還要再快一些 主要就是因為技能4啦 那個傷害多50% 那他們兩個技能力都是一樣 放完之後自身傷害提升10%10秒這樣子 OK那大概是這樣吧 因為網友跟我說 阿法16 比威爾雷特的傷害還要更強一點 那一樣嘛 一樣是那個問題 他們各有他們的優缺點 比如說 威爾雷特優點就是一體機殼一直刷 然後缺點就是它是SSR 你沒有那麼多的資源可以培養他 那 阿法16的好處就是它是SSR角色 隨便都可以練到六星 六星之五星 五星也可以 你技能4就全開了嘛 對不對 你技能4全開之後 你就可以很輕鬆 技能 看你要不要練 然後但是他的缺點就是他一體機 目前只能去那個奈布拉大型副本 委託副本裡面去抽 看有沒有辦法抽到啦 那那個試煉幣是150 150我覺得 還好啦150 因為一個禮拜大概可以賺四五百吧 大約啦 那就一個禮拜抽獎抽個試試看看有沒有辦法抽到 有的人為了那個北軍之怒 北軍之怒他抽不到就去那邊抽 我就覺得不要啦 北軍之怒那個 普池還是抽得到 普池這個精密研發師 這邊可以抽到部分專用機 北軍之怒在這邊抽到 雖然他沒有血 還是抽得到 我還抽到蠻多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 我北軍之怒有些都 之前都給人家亂穿穿穿掉 我這邊有一個嘛 我們批刺好了 批刺賣 先把這個恩和R不重要賣掉 北軍北軍 應該在下面啦 如果你批刺的話 在這邊有沒有 還是很容易抽到啊 還是很容易抽到啊 然後我有一些是給一些 之前給一些雞 雞兩穿了吧 以前很菜的時候都給他們亂穿 所以不在這邊 那這些我大部分都是那個啦 普池裡面可以抽得到 我自己的北軍當時也是缺角嘛 然後後來就抽到了 運氣還不錯 在普池裡面就拼命抽這樣子 OK那這一隻就大概是這樣啦 就是如果你二選一的話 如果二選一的話 就還要考慮一下這兩隻的優缺點 取得的優缺點 優劣勢是什麼 維歐雷特一體機可以很好的刷到 那這隻α16比較難 目前比較難 那星度的話 SR很好練 SSR不好練 超級難練 因為你一定會有更 你一定會有其他的SSR想練 那維歐雷特就會衝突 就沒辦法 所以你可能就是取捨一下 OK那這一集就先這樣吧 希望給大家一些參考啦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一期重裝戰機再見 大家掰掰